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75期的比特币千万峰 一档紧跟加密货币赚钱契机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到了中文投资网分析师Jason 为大家解析几大加密货币的近期走势 Jason您好 Hello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来到了我们比特币的小环节 那么我们看虚拟货币比特币的龙头 现在我们看到的图是一小时图 一小时图 那这个一小时图的话 如果我们进行一个缩图 缩图之后的话 把17年加进来以后 我们会发现整个的上涨的图形 整个上涨的图形 从1000多块涨到2万块 那么在16000到13000之间 形成了一个左侧的双波的反弹格局 现在是一个破位的反抽行情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把它界定为破位的反抽行情 所以在比特币的参与的程度上来说 我觉得在11200块左右 可以试探性的小仓位参与 那么看看还有没有再反弹一波的可能性 如果再能够向上的话呢 在12700块钱左右 这个位置呢 要注意获利了结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最多希望值最多呢 就是抢一轮反弹 最多就是抢一轮反弹 如果向下破掉 11000块 那么我们要短线止损出局 这是比特币 那么还有瑞波看一下 瑞波币 瑞波币的话呢 我们还是看 首先来说呢 还是要看虚拟货币的龙头 比特币的走向 如果比特币 我们目前把它界定为反弹行情的话 那么我们看瑞波币 那么超跌反弹 从9毛钱反弹到1块7毛钱 反弹的力度也比较大 现在还是在整理性格局当中 这是一小时图 所以呢 这个比特币是否能形成 再次反弹的第二波 就成了这些货币 能不能持续反弹的一个重要标杆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上 1块5毛钱这个位置上 那么还是要关注比特币 在11200块这个位置上的支撑 是否能支撑的住啊 如果下跌的话 泥沙巨下 恐怕呢 还是要关注龙头更多一些啊 下面的话呢 是以太币啊 以太币的话呢 也是啊 从11400块连续性下跌 从800块反弹到1100 那么跟这个瑞波币呢 同样的处理啊 现在的话 在1000块钱整出关口 也是要看啊 这个比特币是否再有一波反弹啊 如果有 那么这些货币的话呢 也会跟随着产生一波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要稍微冷静一下啊 那么在虚拟货币市场呢 我们就要暂时的采用观望态度啊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分析师Jason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加密货币 今日涨跌互线 比特币现金以宽幅震荡为主 接着发稿时上涨2.7% 报1731美元 爱达币同样以盘整为主 接着发稿时下跌4.97% 报0.62美元 比特币两大期货 说比特币震荡影响 小幅回落 接着发稿时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E 今年2月交割的近月比特币期货合约 XBT下跌5.65% 报11100美元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ME 今年2月交割的近月比特币期货合约 BTCF报11100美元 交易量近800手 市场整体交投情绪小幅回落 我们再来关注加密货币市场的新闻 在对数字货币打压 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后 韩国政府考虑推出美式期货交易系统 以缩小韩国数字货币和海外数字货币之间的价差 从而防止资本外流 为了实现这一点 韩国首先需要修改相关法律 以承认数字货币为合法的金融产品 金融当局已经决定允许期货系统内的交易 但是针对市场操作洗钱 以及避免税收等问题的监管 将会做得更加细致 此外 俄罗斯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协会 RACIB宣布 政府长期讨论的 关于国家发行的加密货币的架构 将于2019年年中推出 事实上 自2015年以来 俄罗斯政府就有推出加密卢币的计划 虽然俄罗斯最高领导层 基本对加密货币持负面看法 包括普京也认为 加密货币没有任何物质价值 不过俄罗斯最大的银行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CEO Herman Greve 却呼吁当局不要禁止虚拟货币 因为他认为 加密货币和区块链都是新的伟大的技术 目前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价值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相关概念股的表现 比特币ETF GBTC 平开低走 截至发稿时下跌4.1% 报1781美元 主板比特币概念股 OSTK上涨4.98% 报74.8美元 XNET下跌0.85% 报16.3美元 RIOT上涨0.35% 报19.87美元 GiOW下跌1.01% 报3.92美元 此外 OTC市场比特币概念股 今日以下跌为主 接着发稿时 BITCF平盘 报0.73美元 MGTI下跌0.79% 报4.05美元 BTSC下跌2.22% 报0.181美元 GLNNF下跌10.91% 报1.15美元 以上就今天的 比特币千万富翁 数字货币赚钱资讯 美股最新动态 敬请关注中文投资网 实时更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